這個叫做唱歌 唱歌 你們常常看到電影啊 神父坐在裡面旁邊有人在那邊講 confession 天主教啊 每個禮拜 的禮拜天八點到九點 全世界是最正式的Misa Misa就是他們 一小時 等到Misa到 接近尾聲的時候神父會到 就是信徒會排隊到神壇面前 神會拿個金屬 金屬杯裡面有很多很多 薄的圓的 白色的面子 信徒過來一個一個放下去把握花手 放下去 神會跟那個信徒講 這是耶穌聖體 聖體 就是耶穌的代表耶穌的身體 跟你與你同在 但是如果你有做過壞事 就是實際的禮拜 你有違背實際的禮拜 就是叫犯罪 你不乾淨 不能去領聖體 不能領聖體 那人難免會犯錯 怎麼辦 在這個Misa之前神父會先到這個 懺悔事 一個一個信徒來這邊 然後 神會請求上天 赦免你的罪 等到他懺悔經念完 就告訴你 你不要再做這個壞事情 耶穌現在原諒 所以有宗教不管是什麼教 我覺得都蠻好的 人啊 所以你們看到菲律賓人同樣的 馬來西亞跟那個印尼 都是馬來族人 可是他們信仰不一樣 尤其印尼啊 印尼他們每十年都有一個暴動 排華暴動 那個放火搶啊 然後那個奸殺 那個華人真的很慘 你們有很多很搞不清楚 東南亞菲律賓人從來沒有排華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個信仰 我覺得佛教跟天土教都是比較溫和的 都是教你做好事 不要做壞事 然後要包容什麼樣的 這是我的看法而已 好這個 其實讓你們知道齁 看電影老師看到這個 為什麼要懺悔 那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 古今中外 朝代改朝換代 沒有一個朝代是永續的 我們到現在沒有幾千年的 一個王國到現在還存在的 對不對 但是宗教咧 幾千年啊下來啊 沒有一個宗教滅亡的 只有那個埃及叫他國王滅 那個也亡了 那宗教為什麼能夠永續那麼久 你看他神物座案裡面啊 他的教區裡面都是老老實實告訴他 我是什麼壞人 警察抓到小偷的時候 小偷沒有證據活勾否認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神物都知道 你乖乖的就會來告訴我 所以他對這個 這個教區要掌控太容易了 要掌控太容易了 這是另外思考 然後借重這個神的力量 讓你們乖乖的 善良 這個他們這個宗教一直連續 連續下去 這個我想跟這個也可以很關聯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